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10月13日 虔诚与虚荣之人的差别就在于 虔诚对世俗荣华不屑一顾 却充满心神慰藉 后者沉浸于感官快乐 内在却饱受煎熬 在生活中您有什么期待 是否检视过自己的种种期待 和生命终点的期待有所关联 保持对永恒的期待 能够帮助自己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考验 使每天都活得真实 并且在人、地、事、物上 都看到希望 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聚焦在 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事物上 有位讲道者在正道时 挥着手上的一叠钞票 问台下的信众说 你们看到什么 当大家都一口同声回答 你手上的大钞时 他酷酷地回答 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 我另一只手上的圣经 追求灵性成长 帮助人从寻求外在物质的满足 进入生命更深的灵性满足 深一纳觉分享了他的追求经验 及不同的结果是 一个前进的人 与一个徒劳之人 在于前者借毙事物 而赋予神位 而后者乐中于感性的事物 而为内在的事物所折磨 在历史上 信仰的前进者不胜枚举 路加记载西莫昂这位典范 他在圣殿中等待救赎之主的到来 当他在这个被奉献的婴儿身上 认出他来时 强烈的神位使他说出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在信仰中 他得到完全的满足 这句自语的实践者 是圣方济各伯日亚 他是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总督 奉派前往为意外去世的 伊沙伯尔皇后 燕民遗体的身份 当他开关时目睹 昔日皇后美丽的脸庞 已经腐朽得不成人形 深感震撼 并且领悟生命的意义 这是他生命的转捩点 数年后 在配偶过世 安顿好子女后 他抛弃公爵的地位 加入耶稣会 后来他被选为 耶稣会的总会长 因其诸多圣德 被教会列为圣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